新城湘112年原住民部落月工作联系汇报 及检讨本年度各部落丰联季的联系汇活动 新城湘返和立台亲自主持 他感谢各部落头目和家政班长大力来协助公所 推动原住民的各项事务还有文化祭奠 在大家的协力之下 破坏原住民的快乐幸福家园 为了感谢新城湘部落头目 原住民组家政班班长的辛劳 新城湘公署原民署并且办理112年度 原住民部落月工作联系汇报 及检讨本年度各部落丰联系汇报活动 新城湘返和立台也自称部落头目联系汇会长 办理去年度联合不联系的照片 来感谢大家对文化传承的努力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破坏幸福家园 这种部落的工作的思想 对我赖一个新城湘部建政班长的一个推动 我都在讲近期的五月份的印度会也要好 包括这个封面节契 那个部落我在赖上的集图 在脸书以及工作会的信息方面 同我都可以说帅些事实话 带领着我们自己主人 在各项文化传承的推动方面 大家一起来临练 感觉到非常敬佩 新城湘的合理台表 是原住民族的各项文化记忆活动 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新城湘是多元族群的乡镇室 商人之后更是营造原住民族成为大家庭 来重视文化传承的工作 希望在不同屋和家庭办的共同推动之下 营造快乐幸福美好的生活家园 记得金鸿银新疆江湖导